欢迎订阅明星八卦CP to our channel 他确实太红了 艳红触碰了内于别家的奶酪 对他的各种低级行为随之而来 这些所谓的行为 现在看来 可以说大家并不陌生 毕竟不少陪伴肖战一起走过来的观众朋友都了解 这是他们所谓的旧套路呀 恶意造谣 以某种利益让所谓的YXH的方式 让舆论发酵 达到了他们所看到的结果 试看 这不是以前数字事件他们惯用的套路吗 南瓜或者风车时代 大家的习以为常了吧 只是现在的他们忘了这一点 现在的肖战和粉丝观众 已经今非昔比了 由此可见 他们的如意算盘打错了 演员肖战 已经无惧风雨 努力提高自身实力 塑造更多经典角色才是关键 值得一提的是 他刻苦经营的成果频繁得到了央视主流媒体的暖心分享护航 近日 肖战主演的电视剧《梦中的那片海》得到了央视官方的分享 话题走过路过不要错过的创业故事 由央视热播剧《青春之城》《关于创业者挥洒青春的故事》引出同类型励志创业故事的作品 《其中梦中的那片海大江大河三父辈的旗币》获得了分享肯定 此前 肖战主演的作品《娇洋伴我》也得到了央视多次提起 由此可见 从另一个方面才看 这是主流媒体对于演员肖战的肯定呀 支持作品就是最佳的安利 大家说 对吧 主流媒体的方式让观众动容 那么从粉丝观众朋友们角度来看呢 话说回来 肖战被故意造谣诋毁的方式 不少小伙伴们都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其中一个观众朋友的观点得到了大家的共鸣 经历过大黑的艺人走得长久 更远 可以说 该观众朋友的观点存在着一定的道理 在经过过大风大雨还屹立不倒的明星艺人都有共同的特点 那就是本身就没有什么可以黑的 深正不怕影子歪嘛 黑他 反而让更多的观众重新认识了解他 可谓是偷鸡不成十把米 总之 艺人肖战为人处事如何 观众朋友最有发言权 谁是谁非大家都明白 同时也感谢央视官方的暖心分享 最后就让我们共同期待演员肖战更多的作品吧 迪丽热巴是近年来备受关注的中国女演员 她不仅拥有精湛的演技 还拥有不俗的颜值 备受粉丝们的喜爱 而近日 迪丽热巴在一次活动中所穿的墨绿色连衣裙再次引起了众人的注意 这件连衣裙的长度恰到好处 既不会显得过于暴露 也不会显得过于保守 完美地勾勒出了迪丽热巴的身材曲线 同时 这件连衣裙的颜色也是其最大的亮点墨绿色 既不失端庄 又不失优雅 让人看了不由的心声赞叹 最让人意外的是 迪丽热巴在穿搭这件连衣裙时并没有选择高跟鞋 而是选择了一双坡跟鞋 比较民间但也不失优雅 迪丽热巴的穿搭风格一直以来都备受关注 她拥有出众的时尚品位 能够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 而且每穿搭一件衣服就会引起无数人热议 这次选择墨绿色连衣裙的穿搭 或许也代表着迪丽热巴对自己的态度 墨绿色是代表着平衡和恢复的颜色 或许在这次穿搭之前 迪丽热巴也曾经度过了很难熬的时期 在她的内心中需要一些安慰和平静 而这件墨绿色连衣裙带给她的 或许就是这样一份内心的平和 除了穿搭风格 迪丽热巴还因为自己的可言可甜而备受喜爱 她的性格既有活泼可爱的一面 又有成熟稳重的一面 让人不由的为之心动 迪丽热巴曾经在接受采访时说过 性格是一个人的基础 也是一个人最重要的东西 这番话充分反映了她对于性格的重视 她认为性格是一个人最为重要的基础 而这也恰恰让她成为了 如今国内娱乐圈中备受尊敬和喜爱的女演员之一 迪丽热巴的墨绿色连衣裙穿搭让人们再次惊艳 无论是她的穿搭风格还是性格魅力 都让人们不由的为之喜爱 作为一个女演员 迪丽热巴的未来也值得期待 相信她一定会成为更好的自己 迪丽热巴作为一名演员 她的演技一直以来备受好评 她擅长诠释不同性格的角色 无论是清新脱俗的小清新角色 还是刚毅坚定的角色 都能够将角色演绎得淋漓尽致 她曾经说过 我喜欢演戏 我也非常珍惜每一个角色 这番话也恰好表达了 她对于演戏的热爱和态度 作为一名演员 迪丽热巴非常认真的对待每一个角色 她用自己的努力和汗水去诠释每一个角色 用自己的表演魅力让观众们印象深刻 除了不俗的演技和外表 迪丽热巴还非常注重慈善事业 她曾经多次参加公益活动 为需要帮助的人们提供帮助 她曾经在一次向往的生活节目中 到乡村学校授课 并捐赠图书和文具 帮助当地的学生们 她的公益行动充分展现了她的爱心和担当 也给粉丝们充分的正能量 作为一名公众人物 她用自己的力量去帮助别人 不仅展现出了她的优秀品质 也让更多人认识了她这个人 可以说 迪丽热巴是一个既可言可甜 又充满魅力的女性形象 她善良 慈悲 用自己的方式去帮助有需要的人群 也有自己独特的魅力和个性 让人不由的为之动容 在未来 相信迪丽热巴还会有更多的成就和进步 她继续发光发热的同时 也会带更多的美好和正能量给粉丝们 让更多的人们了解和认识她 我们也期待着迪丽热巴未来的表现 期待着她的演艺生涯更加辉煌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